8月25日凌晨,哈尔滨市北龙堂选休闲酒店发生重大火灾,最终导致20人死亡。 8月29日下午,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证,主要犯罪选疑人李燕斌采讨,对提供重要线索,协助公安机关,抓获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群众,公安机关将给予30万人人民币奖励。 哈尔滨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赵警官向南都记者证实,李燕丁是北龙堂选酒店负责人,北龙堂选酒店多名员工告诉南都记者,酒店发生火灾之前,已经两个月没发员工工资,在陶皮燕丁西北龙堂选酒店负责人,2018年8月25日凌晨4时许,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道风景区北龙堂选休闲酒店发生重大火灾, 最终导致20人死亡,8月29日下午17点41分,哈尔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告着,哈尔滨市北龙堂选酒店发生重大消防责任是故案,主要犯罪嫌疑人李燕丁采讨,哈尔滨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赵警官告诉南都记者,李燕丁是北龙堂选酒店之工,他是酒店负责人,去警方通告介绍, 李燕丁是汉族女性,出生于1965年10月25日,户籍所在地位哈尔滨市南,港区和区街83号,二单元7024,身份证号码230103196510250929,身高168厘米左右,长发,跑跑湿头戴黑色帽子,帽颜和帽子前部有亮片图案, 上穿灰白色拉链运动衫,下穿深色裤子,深色平底调鞋,携带一把红色雨伞,李燕丁,县公安机关向社会广泛征集击捕线索, 对提供重要线索,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群众,公安机关将给予30万人人民币奖励,此前,因涉嫌消防责任是故罪,酒店法定代表人张伟平,男,46岁,户籍所在地位哈尔滨市南港区, 一遭刑事拘留,祸灾发生前北龙苍泉酒店以前新两月,北龙苍泉酒店多名员工告诉南都记者,酒店发生火灾之前,已有两个月没发工资, 北龙苍泉酒店员工对南都记者说,酒店有上百名员工,80%都是外地人,酒店每月15日发上月工资, 7月15日时,酒店发生有其他项目需要用钱,资金都转不开,先不发工资,到了8月15日,便没发工资,8月25日火灾发生后, 北龙苍泉酒店员工就不能再去酒店,多名酒店员工对南都记者证,火灾发生后,因为没有钱,很多员工不速街头,还有一些员工等着发工资, 给即将开学的孩子交学费,才写,南都记者无名